说起穿高跟鞋,脑海里大多都是浮现女生穿上高跟鞋风姿绰约的样子,其实,高跟鞋也并不只是女性的代名词,娱乐圈的男明星们早就刮起了穿高跟鞋的风潮,还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,原本就很高的王一博,穿上高跟鞋后又挺拔了不少,直接成为当晚红毯的焦点。 蔡徐坤作为新生代实力偶像,在男星穿高跟鞋的这波潮流中,自然也是走在前列,她在伦敦演唱会上就选择了一双很有新意的高跟鞋,细跟,小尖头设计,非常有个性,搭配红色大衣也很有韵味,但也有人觉得,这样的穿搭有些异类,吴磊作为大家从小看到大的明星,在印象里,大多数时候都是阳光少年形象,之前和迪丽热巴合作的长歌型, 又有些小狼狗的感觉,似乎无论哪种气质都和她穿高跟鞋的样子不搭,吴磊在杂志大片中,就大胆尝试高跟鞋,完美打造出和以往不同的复古风格,王嘉尔在时尚杂志上的造型就更惊艳了,高跟鞋选择了最基础的黑色亮面皮靴,不过,鞋跟少说也在五厘米之上,搭配的深微薄点衬衫和鞋子相得一张, 完美体现男士的性感美,打破了男生穿高跟狠娘的传统印象,其实古代欧洲的贵族男士,早有穿高跟鞋的先例,现在认为,男士穿高跟鞋很奇怪,反而有些片面,狭隘了,那么,这些男明星穿高跟鞋的造型,有戳中你们的吗?